唐氏不安法则第一条 不要把话语权让给你的对手 戏是抢来的 臭奶奶 你身交贵来 抱孩子这种粗猴 孩子交给我们瞎子来作用 她是谁 她是悠悠 这是 我是关古先生家的保姆 见脸吗 脸吗 这么年轻 别看我年轻 我干这行 那可是有年头了 柳柳 你这肚子什么情况 哎呀 被你们看出来 不瞒你说 这生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扩恨我们家那口子 整天只知道喝老酒 打麻将 我没得办法 只好出来打两份工啊 白天走保姆 晚上还要帮人吃毛衣 你 我知道你是五一大的保姆 哦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我是上司公司 我知道 为什么我使用给你聊天 让我们进去 你